小姐 小姐 你不要死啊小姐 你别过来 给我滚开 小姐 想杀我们 是没这个机会了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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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时候能醒啊 你不要丢下小蝶一个人啊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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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你不要过 姐姐 我求求你 你告诉我 你爱她到底是谁 对不起 我一直爱的人是孟儿 原来我叫孟儿 刚结姬不久 原本是嫁给世子的 却被亲姐姐抢了去 小姐 母亲也被主母害死了 你叫小蝶 小姐是我啊 你不会失忆了吧 我要不要带你去看大夫啊 我 我饿了 好 我现在就是准备点吃的 你再照等我啊 你们 你们 哎 江小姐 夫人说了 让你醒了过去一趟 本小姐今天不舒服 改天 听见没 还不快滚 你们等着 拜拜 小姐 夫人 夫人找你准备好事 要不我去吧 我皮骚绕后 不怕被打 不用 不只是现在 以后我们都不用去 不用顺从他们 是时候 让那些欠我们的人慢慢还债 啊 哎 我们去吃东西吧 嗯 莫婉儿 怎么 现在连我都请不动你了吗 莫婉儿 怎么 现在连我都请不动你了吗 哎 阴阳说的是哪里的话呀 婉儿只是身体不好 还劳烦姨娘亲自跑一趟来教训我吗 莫婉儿 再短短几日没教你 就不知道府里的规矩了吗 你的伤好了吗 你 你想干什么 来人 把他给我拿下 你们谁敢动 我就掐死他 莫婉儿 你想干嘛 夫人 我们的账是该算一算的 莫婉儿 你疯了吧你 你快放开我娘 你们再敢动 我就把他推下去 你快放手 尤其记得前两日 姨娘让我跪在尖锐的木板上 就因为 多吃了一碗米饭 害得我两只膝盖差点废你了 莫婉儿 你这个疯女人 爹爹不会放过你的 当初你们杀我娘时 那个死老头有管过我们 你们要是再敢动一下 我让你们后腿来到这世上 小姐 小姐 放过夫人吧 不为别人 只为自己 放过她吧 娘 你一个小贱人 你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 小姐 你好不容易能活下来 夫人在天有灵 是绝对不允许你不开心的 竟然不知道 小姐为什么心情大变 不过 奴婢永远都会在你身边的 奴婢 去问你准备些吃的 你等我 嗯 阁下在此看了许久 为何还不现身 倒是发现 传言中果然不能进行 阁下何人 所谓何意 主人 你说 她是不是我们要找的人 属下不知 小姐在想什么呢 小爹 如果有朝一日 离开这府里 你会如何选择 小姐 自从你在路边 把我捡起来的时候 奴婢就发誓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奴婢始终都会陪在你身边 那我们今日就走吧 这 三小姐 太祖母都在大厅等您呢 您随小的去吧 小姐 走吧 这莫婉儿是越来越放肆了 你个孽女 你看看 你对你姨娘做的那些个好事 你给我跪下 姐姐你就不要再忤逆祖母了 不如 不如 你就扶个软 跟祖母认个错 不知祖母可否告诉我 我错在哪里 这样也好让人信服 还是 祖母身为一家之主 却喜欢颠倒黑白 听信一人之言 既然如此 孙女也没什么好说的 祖母尽管 责罚便是 你 老夫人 韩王 不如让莫婉儿 将事情经过说一说 本王也好奇得几 既然韩王都这么说了 莫婉儿 你就说说吧 小姐 我们走吧 这数十年来 银娘隔三差五就对我拳打脚踢 这一点 难道祖母聋了吗 瞎了吗 身为三小姐 睡得不如府里的丫鬟 吃得不如猪口 这一点 祖母真的不知情吗 你放肆 来人哪 你放肆 来人哪 老夫人 韩王 本王只是好奇 这莫婉儿所言 句句属实吗 韩王明鉴 老身 怎能做那有违常理之事 韩王 莫要听这莫婉儿胡言乱语 好了 本王只是好奇 绝没有多管闲事之举 祖母还有何事吗 若是没事 所以你告退 小姐 太好了 这样以后 我们就不会受到别人欺负了 我做好吃的给你吃吧 小姐什么时候学会做吃的了 我会的可多了 我会泡面 我会做汉堡 最厉害的就是煮泡面了 可好吃了 虽然听不懂小姐在说什么 但一定很好吃 莫婉儿 还望殿下这个时候来我的院子里 怕是有些不妥吧 有何不妥 男女受受不侵这回事 希望殿下能清楚 莫婉儿 你胆子够大 能得到殿下夸奖 那是我的荣幸 如果殿下没事的话 那就请自便 我还有事 就先走了 哎 王爷为何会出手帮助莫婉儿 难道她有什么价值 莫婉儿 别以为有韩王在 我就不敢把你怎么样 现在韩王不在了 我看你找谁当靠山 我看你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啊 你今天也想试试 你个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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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若再有下次 绝对不会轻易放骨 你 小姐 没事吧 我要出去一趟 你先去忙你的吧 嗯 阁下这是何意 我们作笔交易如何 我 是可以织好你脸上疤痕 代价是 让你进入韩王府 帮我杀了韩星龙 杀人 好 这笔交易我做了 三小姐不好了 小蝶被二小姐带走了 三小姐 你可不能进去 滚开 这里啊是二小姐的院子 不是什么东西都能够闯入她 我能不能进去 可以 停 要怪 就只能怪你跟错了人 今日她若不来 你的下场就只有死 呸 我们小姐 是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 你不是帮着莫婉儿和本小姐做对吗 今日 本小姐就让你看看 和我做对的下场 住手 小姐 小姐快跑 呦 这不是三妹吗 什么风将你吹来了呀 姐姐 你的奴才惹了我 今日我替你教训教训她 你若是现在走了 我就当你今天没来过 我看你是想死 我看你是想死 你今天当上这么多人的面 我就不信你能把我怎么着 我杀不了你 还杀不了你的丫鬟呢 这 若是父亲知道了 也不会怪罪我的 我看今天谁敢动 我看今天谁敢动 妹妹这是何必呢 小姐 我 我这个人从来不欠别人的人情 你让我办的事我会尽快办好 今天 谢谢你 还不想走 等着被发现吗 你对我的身份 就不会感到好奇吗 我有必要知道吗 沐婉儿 你记住 我叫新良 好名字 新良 你还有什么事吗 没事我回屋了 等等 我若告诉你 我可以祝你变得强大 您可信 信 但我不需要你 没有你我也可以 莫婉儿 不管是强者还是弱者 适当地倚靠别人的帮助 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 什么 我去 过几天 你就会知道的 娘 我不管了 莫婉儿一个数女都能骑到我头上 你一定要帮我 娘也很生气 但是现在最重要的 不是和那个贱蹄子生气 过两日太后娘娘生辰 而你 也马上到了许配人家的年龄了 这回在宴会上要好好表现 争取嫁给太子 到时候 你想怎么整莫婉儿 那不是太简单了吗 那 那卫世子怎么办呀 哎呦 我的傻女儿 若是能嫁给太子 不是一辈子都不愁穿金带银了 小姐 听说过几日太后寿辰 小姐要不要去买身新衣服呢 你觉得他们会让我们去吗 嗯 那我们就不去测热闹了 你的伤好些了吗 好多了 小姐放心吧 王妃 这是寒王派人给小姐的 小姐 你看那衣服好漂亮啊 韩王 谢谢 他怎么会给我送衣服呢 小姐 怎么了 你说这韩王 该不会喜欢小姐吧 小蝶 这衣服还是送回去吧 为什么退回啊 无功不收录 你这次来找我 又有什么事儿 再过几日 就是太后的生产 我希望你能够帮我个忙 我要你去接近冷王 让他喜欢上你 然后呢 然后实行你的计划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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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 姐姐这是要往哪儿躲啊 我有什么可躲的 谁不知道莫三小姐奇丑无比 这是怕咱们几位王爷看到吓坏吧 而且就你没见过大师面 在这宫里肯定不习惯吧 也是 趁还能活段时间 好好看看吧 好了 都是自家姐妹 就不要在外丢爹爹脸了 走吧 姐姐 你怎么这么好说话 你也太好脾气了吧 二妹 这是谁让孟儿生那么大的气啊 见过各位王爷 都起了吗 婉儿 你的脸 你看我干嘛呀 又不是我把你弄这样的 谁知道你得罪了谁变这样 你没事吧 温儿 你也没事吧 温儿无碍 不知道刚才各位在说什么 本王听见你们聊得很是热闹啊 喂王爷 我们姐妹几个正在逛御花园 大家都在想办法 帮三妹治好脸上的伤 妹妹谢谢各位姐姐们的好心肠了 我还有事要做 就不打扰各位姐姐妹妹 王爷柿子们了 我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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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过来 转过来 嗨 公子 我不是有意来偷吃的 不会告发我吧 你是哪个府上的小姐 我是 上书府的嫡女 莫梦儿 莫梦儿 好名字 要是罚也罚她 让她每天想着反欺负 用什么目的接近她呢 既然来了 就进来坐吧 你为什么还没接近韩王 大哥 我都这样了 你觉得人家还愿意搭理我吗 行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听闻你之前 已经向礼部尚书下聘 迎娶莫家二小姐 阿王说笑了 今日是给你选杯 那你说说看 本王太纠结了 这莫大小姐 这莫大小姐 温柔贤淑 柳大小姐妒忌 至于这李大小姐 刁蛮任性 还有莫三小姐 样貌上 你还没说选谁做正妃呢 你怎么又来了 你的脸好了 你的脸好了吗 你怎么又来了 你的脸好了吗 你该不会是爱上我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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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逗你玩的 我逗你玩的 如果你是做不到的话 我就让你的脸 恢复回原来的样子 你怎么是这样的人啊 反正我也会些功夫 虽然不能和古人比 但是一般人也打不过我 不行 这样做也太不负责任了 我走了小蝶会不会被杀的 不行 我要带小蝶一起走 小姐 你总算来了 皇上下旨 要把你许配给韩王当侧妃 什么 不过小姐 大小姐要做韩王正妃 日后 该怎么办呀 是不是搞错了 不行小蝶 我们要离开这里 娘 你看那个莫婉儿 一定是使了什么坏 您一定要帮帮我 嗯 我想想 你先下去吧 娘 什么 婉儿是丞相府最不得宠的人 这也是我当年放弃她的原因 没想到韩王竟然愿意取这么宠 王爷 属下听神相府安人来报是这样的 走 干 干 来来来来 我们来划拳 锤子剪刀布 快出 小姐 王妃 王妃 好巧 真巧 问了吗 小姐 都好几日了也不见王爷 我刚刚去问了 王爷的手下还说 王爷最近在忙 等过几日才能来看小姐了 那就等着呗 不来看更好 她最近怎么样了 啊 王爷你说谁啊 莫婉儿 哦 她的丫鬟拦过两次 就没再来过了 行 你下去吧 是 这个韩王最近一直一个人住 不曾去过任何人的房间 王爷该不会有什么影集吧 呸呸呸 王爷要有什么影集 我们怎么办 最近莫婉儿在干什么 她 嗯 还挺老实 非夜 姐姐是想 走吧 去看好戏 你找我什么事啊 不错嘛 都坐上侧王妃了 你想说什么 让她爱上你 然后呢 后面的事 我会告诉你的 backs 写客 傅 霜丝 译 故 快去给小姐准备早餐吧 莫婉儿呢 各位王妃 我家小姐还没有睡醒 要不请回吧 你个贱婢 还敢拦我们 你找死吗 是谁啊 大早上的在我院里发疯 呦 是王妃和两位小妾 你不知道今天王妃要行礼吗 不好意思啊 我从小没交好 真不知道 无妨 今日听别人说 妹妹房里藏了男人 姐姐特此来证明妹妹的清白 姐姐 你这么冤枉我不太好吧 是不是冤枉 进去看了不就知道 我的房间 不是谁想进就能进 呦 姐姐怕是心虚了吧 她不让进 肯定就是房间里面有人呗 想进也可以 若是房间没人 今日 就是你的死期 好 那你就等着王爷治罪吧 说 你把野男人藏哪儿了 你竟敢这么对我 你 陷害侧妃 胆敢污蔑我 这几条 就够你死好几回了 王妃救我 妹妹 今日是李妹妹不长眼惹了你 你放过她吧 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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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小哥哥 你就让我进去吧 就一下 我家主子 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 还请姑娘见谅 没有王爷的命令 谁也不能见 小姐 放我出去 我要向王爷 开门 开门 明明是他们先招惹我的 为什么你只罚我 因为你长得丑啊 本王看着嫌爱你 没有其他原因 不然呢 好 没事了 我先走了 你没有其他话要跟本王说吗 一时想不起来 无聊 小姐 宛儿 宛儿 狮子有事啊 宛儿 你的脸 怎么了 我今天来的路上看到了这个 我记得你以前最爱是这个了 你幼不幼稚 这么大人还吃汤壶 小弟走 咱们回屋 去看过他了 宛儿怎么脸好了 有吗 没注意 世子莫不是看上本王的侧妃了吧 我与宛儿只不过是青梅竹马 一直把他当作新妹妹看待 这几日过得开心吗 开心 韩王怎么来了 怎么 不欢迎本王 不敢 还有你末晚而不敢干的事 吃饭没 还没 去做几道我爱吃的小菜 王爷要不要一起 当然 那小姐要不要给王爷准备几道 不用了 不用破费 我吃啥他吃啥 客随主便 没问题 你平时的小菜 就喜欢吃这种东西 我也想吃好吃的 但是奈何挣的银两不多 只能对付着吃了 大哥 这大半夜的 男女有别 你要吓死我 这是刚好路过 不会大半夜的 来催我的吧 一顺你的 睡着了我就走 你在这儿我睡不着 你快走吧 我求你了 姐姐 你替我想想办法呀 我能有什么办法 要我说你也是笨 找的男人也是笨死 还能被人打晕 府上不敢动手 不如把她骗出去 正合我意 小蝶 小蝶 回婉妃娘娘 小蝶姑娘一早就出去了 还没回来 这么晚出去了 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行 你先下去吧 姐姐 姐姐好算计啊 今日 即使她没出任何事儿 她一个有父之父 在外面过夜 王爷也很难再要她 哼 接下来 就看你的了 王爷 妾身真不是条不离间 是妾身的丫鬟 竟然看到婉妃出去一夜 到现在还没回来 走 快去把门打开 王爷 小姐 小姐醒醒 王爷来看你了 王爷 这一大早的好心情啊 怎么还带着柳妃来看晨妾 好困啊 小姐 刚刚好险啊 嗯 你说那小丫头 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王妃说了 直接把那小丫头 扔进树林里一夜就行 明日天亮她醒来 自然就会找不来的 哼 王妃 不好了 不玩儿来了 她来干什么 不会知晓是我 姐姐猜对了 今儿个 我们就新账旧账 一起算了吧 我是你亲姐姐 你不要过来 王妃近日风寒 不宜出门走动 若是日后 谁敢放王妃出去 这就是下场 这就是下场 我很吓人 我很吓人吗 我 那么怕我 哪有 没有吗 睡觉吧 昨天那个小借人 居然让王爷 留在她那里过夜 她也不知道 水什么狐媚子的手段 我劝你最近老实点 咱们王妃就是秦车之间 可笑 我还怕一个数女不成 去 把王爷叫来 晚妃愿意来看戏 就说 是晚妃特意准备的 婉儿 近日过得可还好 挺好的呀 上次我见婉儿 喜欢玩剑子 就多带了两个过来 你来找我 就这事 婉儿 我希望你离韩王远一点 师弟请回吧 放手 我让你放手 以后 你若再敢来本王府后院 别怪本王不讲情面 滚 王爷莫生气 想必姐姐也是一时想 今日之事要是有谁敢宣扬出去 格杀勿论 是 本王以为你跟别的女人不一样 没想到 你太让本王失望了 没想到 你太让本王失望了 我什么都没做 就让你失望了 你这是在向我解释吗 信不信有你 把这个放到韩星冷的食物里 这是什么 慢性毒药 我不放 你找死 我告诉你 我们的约定还没有完成 若是不杀了他 要你在这世上 尽是不折我 我也听说了 晚飞给咱们王爷 戴了那么大一顶绿帽子 听说那天 王爷气得站在院子里一整日 一句话不说 王爷不是有命令不让传言 你们小心脑袋不跑 姐姐 这招真是妙 我就不信 哪个男人能忍得了这种事 走吧 把所有谈论此事的下人 一律割掉舌头 美人无两银子 逐出府内 是 查出是谁传的没 是 查出是谁传的没 是 是李妃 把他也逐出府内 本王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他 另外 府内要是再有人 敢谈论此事 一律赐死 是 去办吧 听说王爷 把李妃赶出府了 王爷对王妃可真好 那不是对我好 那是一个男人的本能 本能 你说世子 前两人去找了莫婉儿 还被王爷抓住了 是 小姐 是从府里面传出来的 这个贱人 没想到 嫁给韩王还不够 还要供应世子爷 我的女儿 太子殿下 派人前来送贺礼了 你可不知道那贺礼 装了满满一个钱塘 太子殿下 真的要娶我了吗 那还有假 王爷 听说我娘要把我 嫁给太子 我该怎么办 那就假呗 我就当帮她 联系她的女人了 晚妃娘娘还是请回吧 这是我为王爷 亲自熬的鱼汤 劳烦两位小哥 帮我送进去 属下会亲自 把这碗鱼汤送给王爷 麻烦小哥了 我可以信任你吗 当然可以啊 那你以后会害我吗 你终究还是这么做了 去把晚妃叫过来 把所有人都叫过来 是 跪下 跪下 莫婉儿 你可知罪 妾身不止 还请王爷明鉴 你可还记得这鱼汤 是妾身送的没错 妾身是想 王爷日理万机 才特意准备的 我看你是想让我提前上路 公然谋害于本王 王爷 我真的冤枉啊 莫婉儿 从你嫁给我开始 不守妇当 今日又公然刑害于本王 从今日起 打入偏殿 永生永世 不得踏入王府半步 你真是个废物 太子殿下 面具戴了那么久 太累了吧 不如摘下面具 重获新生 你是怎么知道的 太子殿下身上的草药香 一直没有变过 自从上次宫礼宴会 我就猜到是你 你知道的有点多 其实不止我知道 王爷也知道 太子殿下 好久不见了 这么想本王死 可惜了 你们 竟敢语弄我 莫婉儿 你会后悔的 本王不知道为何 本王不知道为何 竟真的爱上你了 王爷 其实我是别人派来杀你的 你不会的 却怎么 却怎么 那 王爷 你喜欢我哪点 都喜欢 心意 游嘴花舌 孟爷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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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恨如骨 生死再相扶 愿为你 永生永世守护 母亲 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办啊 太子被打入大牢 世子爷又不想要我了 我现在怀着身孕 我到底该怎么办啊 真没出息 大不了娘养你 都怪这个莫王 要不是她 太子殿下也不会被打入大牢 一个庶女 都要处处和我争 还剥夺了我的好日子 我听要她千百倍偿还 大姐 莫尔多日未见你 你怎么又憔悴了许多 我也不知道 最近身体怎么这么虚弱 怕是上次感染风寒 还没好利索吧 大姐 那你可要注意身体才是 你和太子殿下的事 我也听说了 你自己想开点 大姐 我 我 我有身孕了 什么 我 我有身孕了 谁的 世子呢 那正好 过来 谁知道你肚子里的 孽种是谁的 现在太子不要你了 你来找我接盘 世子 你一定要相信梦儿 梦儿只和你一个人 在一起过 我凭什么相信你 世子 如果你不相信梦儿 梦儿 只能一死明治 死就死远点 我行脏了 世子你好坏啊 二妹这么爱你 你竟然不管她死活 你这个小妖精 我若是娶了她 你不是要哭死吗 燕儿愿意一辈子 这样跟着世子 不求朝夕相处 只求燕儿在需要你时 你都在 二妹 我还真是同情你 大姐 我到底该怎么办啊 那个该死的贱人 我真是恨死她了 别急 你来 莫婉儿 你个贱人 你给我滚出来 我把你当妹妹 你却是我爱的男人 你敢走不敢当是吗 你给我滚出来 你个贱人 你 何人在门外喧嚣 何人在门外喧嚣 梦儿不知韩王爷在 梦儿戒远了 原来是莫家二小姐 有什么事不能当面说 非要在门外大喊大叫 不满 莫婉儿之前 与我的未婚夫 也就是太子殿下 睡在一起 被我抓到了 太子殿下 为了让我满意 答应再也不见莫婉儿 可莫婉儿 她心生不满 一定要让太子殿下 戴着面具 再见她一面 所以才有之前 王爷撞到的那一幕 放肆 竟然敢在本王面前 胡言乱语 梦儿所言 若有半句假话 任凭王爷处置 好 还有谁能证明 我大姐姐可以证明 这个蠢货 居然把我牵扯进来 那王妃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王爷都叫我过去了 我还不过去 岂不着死 回王爷 此事 二妹是有和我说过 王爷 婉儿从小 就跟两位姐姐关系不好 请王爷明鉴 不要听从他人 对婉儿的诬陷 是不是诬陷 一验便知 不必了 此人妖言惑众 公然诬陷本王的女人 来人 给我拖到内务府 是 姐姐 你一定要救救我 你不是说他已经和寒王睡过了吗 怎么会有守龙山呢 一定是假的 还在等什么呢 快救救我 救救我 我是和王爷同住一夜 但恰巧那日我来月室了 不好意思啊 没能让两位姐姐得逞 不好意思啊 没能让两位姐姐得逞 王爷 都是切身的错 求王爷原谅我一回 原本姐姐的事 我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没想到姐姐这么好算计 若我没说错的话 王爷从未去过姐姐房里 但姐姐的手工杀却不见了 难不成姐姐日夜偷男人 王爷 你不能听心莫婉儿一人直言 王爷 绿儿是清白的 来人 给王妃和打太阳 把她给我拖到内务府 是 对了 明天世子娶妻 婉儿陪我一起去可以吗 我不想去 怎么 婉儿是话见了伤心吗 我说八道 我怎么可能会伤心 那不就好了 陪本王一起啊 去就去 怎么 心里不高兴了 我有什么可不高兴的 帮王妻儿 帮王殿下 她不是燕儿 而是十一娘 告诉我 你到底是不是燕儿 帮王妻儿 帮王 请你自住 王爷怕是认错了 今天 没关系 谁还没有个过去呢 对不起 原来他心里有爱的人了 原来他心里有爱的人了 怎么样莫婉儿 心痛吗 还要不要继续做交易 你不是太子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不听话 我随时要人的方法 要命一条随时拿去 你给我吃的是什么 若是三日内你不杀 王妃是有什么不开心的吗 没事 走吧 去茶 是 我去 咱们来玩个游戏好不好 你说 韩王见了你们俩 会先救谁呢 你这个变态 快点放了我 我也知道 不会饶过你 住手 住手 别过来 我不动 我不动 韩王 实话跟你说了吧 这就是你的烟啊 还有 你的婉儿也在这儿 我只给你三个说 看你选择救谁 三 二 一 我选她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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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你不会吧 从今天起 把你偏定 有生有世 不得踏入王府办法 王说你醒了 婉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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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过韩王 你现在还生着病呢 您闹了 快跟我回去 我只想要和你在一起 想把所有都给你 守护在你的身边 为你谢谢你所有的心愿 无论是什么结局 都没关系 不管多远的距离 我们彼此的认定 我相信 我只想要和你在一起 想把所有都给你 守护在你的身边 我只想要和你在一起